这是一部大饱眼福 瞬间让你的荷尔蒙快速飙升的惊悚电影 讲述了偷窥与被偷窥之间的秘密 托马斯和安娜是一对热恋的小情侣 这天也迎来两人梦寐以求的时刻 就是搬进了申请下来的高级公寓 接下来中间的一番话让托马斯感到不解 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在墙上 我们不能把垃圾扫在桌上 为了不想失去这样的机会 无奈的两人也只好签订合同 到了晚上托马斯惊奇的发现 所有的住户镜都没有挂窗帘 住户们的隐私随即都展现在两人的眼前 这里步伐有年事已高的老人 恩爱有加的小情侣 最有看点的便是托马斯对面的摄影师和他模特妻子 很快摄影师和他的妻子开启了直播 托马斯看的是一场兴奋 却被安娜打住 其实在安娜的心里早已经小鹿乱撞 随后安娜为了庆祝乔迁和同居的喜悦 特意将自己好好打扮了一番 穿上别致的睡衣给男友一个惊喜 然而托马斯却躺在床上昏睡过去 安娜看到后很是失望 躺在床上想起刚刚摄影师的直播画面 令他没有睡意 起身便向客厅走去 看到摄影师那矫健的身躯 帅气的脸庞简直和托马斯判若两人 内心的火焰瞬间再次被点燃 考得安娜的峡谷吸水潺潺 隔天安娜为了能更近距离地欣赏到对面 今晚够了一个长交往远镜 随后便拉着托马斯窥探对面 这是一个身材很哇塞的美女 敲响了摄影师的家门 原来这个美女是兼职模特 来找摄影师拍几张艺术照 为明天的活动做海报 安娜看着对面的拍照的姿势 此刻在她的内心里正体验着 无与伦比的快乐 很想成为对面的女模特 就在安娜看得上头时 托马斯却脚械投降 无奈的安娜感到很是失望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有睡意 便再次走到客厅观察起对面 没想到摄影师还在和伯特加班 这简直是没有可比性 从此安娜便对摄影师产生了爱慕之心 现在的安娜已经对窥探的画面 没有太多了乐趣 她想找到身临其境般的感觉 于是让男友托马斯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 用激光窃听的装置 将对面的超声波折射回来 这样就能顺利地听到对面所发出的声音 可怎么才能进到对面的房子里 装上折射装置呢 就在这时 对面的摄影师要举拜一次面具舞会 托马斯和安娜利用这次的机会 进到摄影师的家里 将装置安装到指定的位置 进行调试之后 画面和声音开始同步 听到的竟是两人争吵的声音 甚至摄影师动手将妻子的眼镜摔掉 这一幕都被安娜看在眼里 很想将摄影师这几天的所作所为 告诉这个女人 也许是缘分 第二天摄影师的妻子 居然来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想配一副眼镜 摄影师的妻子 对安娜的服务表示很是到位 想邀请她周末一起泡温泉 就这样两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安娜很想将摄影师的丑事告诉闺蜜 可是每次画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 其实在安娜的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 就是自己已经对摄影师深深的迷恋 这天晚上 安娜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将以前捕捉到摄影师的语音 通过远程控制 把文件传输给摄影师的妻子 她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想让两人的夫妻关系破裂 自己好趁虚而入 没想到摄影师的妻子 竟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做法 手拿笔手的她 来到卧室准备了结摄影师 这一幕被安娜看到 于是叫醒熟睡中的丈夫去阻止 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 丈夫准备报警时 却遭到了安娜的反对 她怕自己也身陷其中 好在摄影师的妻子选择放弃 这才让两人胆颤的心情变得安静下来 到第二天安娜惊奇地发现 摄影师的妻子竟选择了自尽 这让她没有想到 会因为自己的举动 竟让一个人无辜地死去 当托马斯知道安娜的做法后 很是生气 于是两人大吵了一下 托马斯便伤心地离开 留下了六神无主的安娜 此刻的安娜像是一个 被众人唾弃的女人 她很想改掉这窥探的习惯 可是每次都会失败 看着摄影师生活在绝望的痛苦之中 安娜感到很是难过 毕竟这一切都是因自己引发 沉思许久后 安娜也调整了状态 心想这也是给了自己一次机会 每次看到摄影师那健瘦的身材 以及惊人的战斗力 想想就让安娜两腿发软 为了制造与摄影师的偶遇 安娜也是煞费苦心 这天安娜终于迎来了机会 在一个酒吧里两人相遇 一番熟过的聊天过后 安娜跟着摄影师回到了家中 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没想到托马斯突然回来 想和安娜道歉 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场景 受不了刺激的托马斯 竟选择了轻生 在之后的日子里 安娜每天都在消沉地生活着 直到某一天看到摄影师的画展后 她便重新振作起来 精心打扮后来到了展会 一个女人的出现惊丹了安娜 原来摄影师的妻子居然没有死 这一切都是两人营造的假象 接下来也是电影最高潮的部分 随着幕布的落下 里面的内容都是自己与托马斯的照片 原来安娜在窥探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在窥探自己 此刻的安娜瞬间崩溃 伤心地离开了画展 回到家后的安娜竟发现托马斯 喂养的小鸟也无缘无故地死去 在安娜的记忆里 托马斯一直都是用饮料喂食 这时安娜心存疑虑 怀疑托马斯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随后正在庆祝的摄影师夫妇 从打印机里收到了安娜发来的消息 声称自己知道托马斯不是自杀 而是被他杀 得到情况后的两人 随即对安娜展开了追捕 来到了安娜工作的地方 这时摄影师的妻子也承认 托马斯是被自己伪装成自杀 目的就是为了给老公摄影展 留下一个美好的结局 正准备对安娜动手时 两人突然觉得头一目眩 原来在两人的酒里 已经被安娜动了手脚 随后将两人放到脚正的一起上 将两人的眼镜烧伤 故事最后摄影师夫妇成为了一对盲人 这一切都被安娜看在眼里 即便安娜复仇成功 但托马斯却无辜躺枪 本来有机会可以选择退出来 但是安娜为了自己的欲望选择 再次踩坑 最终连累了托马斯 千万不要站在道的高处 指责别人 先审视自己是否具有双重的标准 别人的事情 千万不要越见 再次踩坑